戰爭過一次 這時候能夢識實現攻 打斷的球棒 游擊方向 哇 這個球最後棒子朝著游擊手飛過去 要躲也不是 不躲也不是 結果反而讓龍隊這邊形成了大局 這場比賽面對的最大危機 前置一壘 結果球掉 小心小心 本壘這邊會不會拚 結果真的拚了 現在在二三壘之間 哇 想到這一分這樣丟掉 那就有一點勉強了 陳思仲最後在三壘 他趁次回來得分了 對 就有一點勉強了 趁著守備在忙碌的時候 他飆回了本壘 我們再看一次 永居這邊想要先置一壘 穿了一個彈跳 他太想抓張又明了 然後陳駒秀 這一球也不好接駁 有漫斗出現 然後又在補救這邊 站上陳思仲趁勢跑回來 陳思仲的這個判斷也非常的精準 傳球沒有錯 但是傳了一個掛地掛的球 戰爭過一次 這時候能不能試實現攻 打斷的球棒 游擊方向 哇 這個球最後棒子朝著游擊手飛過去 要躲也不是 不躲也不是 結果反而讓龍隊這邊形成了大局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球相當地軟弱 可是看起來棒子是飛得比球還要快 對 所以凌晨飛變得要躲也不是 不躲也不是 看起來是同一個方向 但是規則上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個 規則出現 我覺得很無辜 真的很無辜 霍爾在這個辦局 上面上所丟掉的分數 說真的真的都蠻奇妙的 甚至都跟他有點無關 對 真的是無辜我覺得 林晨飛也不知道要接球還是要上棒子 對 就在這邊因為球相軟弱 然後最後棒子也噴出去 可是你真的很少看到棒子 可以噴這麼遠 然後最後還跟球 差不多同一個時間抵達 而且也是同一個方向